离泰院踩踏事件发生至今 又有一名送易伤患最终不治 让罹难者人数增加到158人 对于这场惨剧 南韩总统府13号表示 已经着手在研讨相关的国家赔偿法律 确保罹难者家属可以获得赔偿 南韩舆论将这期踩踏事件 指向政府的应对不足 尤其是警察在当天的消极作为 这几个星期南韩社会不断地在追究事故的责任 当地的警察署就被指控 销毁了事故前的人潮分析报告 就责的声浪也烧到了总统引刑院 除了道歉和只是以最快的速度调查事故的真相之外 南韩总统府办公室也表示 要检讨国赔的相关法律 另一方面南韩民众在经过这起事件后 也开始思考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要如何应对 最近参与CPR课程训练的南韩民众就明显增加 踩踏事件过后 除了通判的检讨政府责任 南韩社会也在集体地从这起悲剧中走出来 欢迎新闻许号民众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对 二人使用来自身的挑战 在感谢中文章时事与最新闻的这些 未经许的高中文章时事与最新闻的